大家好,我是一南天,欢迎来到一博士风水智慧讲堂 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一老师是一南天人文地理风水研究院院长 同时也是陕西省教育研究会的特评教授 今天一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八字命理的案例分析 这位命主主要想来了解一下自己 适合做什么事业,在什么行业去发展,财运的走势如何? 他说,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还没有女朋友 那么什么时候成家,婚姻孕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全赵 全赵 子四年 禀子月 丁毛日 禀武时 大运势 第二次 铭民気 打趾 徐 你 怕 器 aining 耿武 子嗣 悟臣 这个八字呢 丁 玉主丁 生子悦 不得令 因为呢 丁属火 子呢 属水 水呢 是克火的 子水呢 是丁火的七萨 丁火就萨是茅木 为硬 有生生之功 地支 四 五 拱火 子五相冲 再上茅木 生火 地支形成了一片木火之地 同时呢 月干和石干的丙火 挂脚偷出帮生 所以说啊 丁火呢 虽然生在冬天 不淡不落 反而呢 是生亡之命 欲干丁火 代表着自己 丁呢 是灯芯之火 最不喜欢丙火来蒸灰 而天干凉饼透出 丁火在丙火之下呀 显得暗淡无光 笔节太重 代表着有克服的倾向 见财 争财 容易犯小人 等等 圆局中的火呀 太重 需要有水来调厚 同时 最好呢 有金来置木 生水 还可以卸货 但是呢 圆局中的金太弱 只要在粘枝上面隐藏了一个羹金 所以呢 是一个身旺 财弱的命局 用神呢 是金和水 地支啊 特别需要有金 水呢 也可以有 但是呢 不要多 但是呢 不要多 寄神是木和火 圆局中的木 火 太照 寄神旺没有得到克制 用神摔又不明显 所以啊 这个八字的命局呢 一般是个中下的命格 那么他的事业和大运的走势是如何的呢 八字中的笔节啊 太重 性格呢 有点孤僻 不够合群 容易犯小人 缺乏贵人扶持 有爱意事业和婚姻 事业上呢 由于财星太弱 笔节又太重 不要轻易去重商 适合做技术类的工作 最好单干 避免合伙 适合做五行啊 跟金和水有关的事业和工作 这边呢 实神透出 只要勤奋肯干 善意去学习的话 肯定是可以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 而且呢 会有一份比较理想的收入 不过呢 劫财夺财 劫财 会夺财 大运的一生中啊 花销也很大 很难存的住钱 最好的投资是不动产 这个八字呢 从九岁开始行大运 九岁到十九岁之间呢 走的是以亥大运 和年柱这个子嗣是天科地充 年柱代表着少年时期 大运充年柱 而且呢 年柱又有一马星 那么少年时期啊 会奔波无靠 从小父母外出 以自己的缘分薄弱 邪悦上面呢 也基本荒废掉了 年柱缝冲呢 也代表着祖上啊 没有福音 家道 到了你这一代呢 已经中落 体现为家庭变动大 早年的经济困难 父亲啊 感情不和 等等 十九岁到二十九岁走的是 甲虚大运 甲虚大运 甲虚 透出 和这个吉土 有何 吉土呢 是十神 代表着才华和能力 一旦有何啊 那么 才华得不到施展 也缺乏好的平台和机遇 所以呢 这十年呢 还是陆路无为 婚姻呢 事业啊 都无从着落 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之间 走的是 甲虚大运 这十年的运势啊 就逐渐好转了 鬼 属水 柔呢 属金 都是你的喜用神 但是呢 鬼友和玉柱的丁卯 又是天壳地冲 玉柱呢 是婚姻工 婚姻工被冲 主要体现为 婚姻方面呢 因缘薄落 婚姻难求 恋爱相处的过程呢 磕磕碰碰 很难使得感情长久发展 这个大运里面的 2020年 庚子年 也就是金年 庚金透出 庚呢 是财星 也是七星 代表着七子 子水呢 是桃花 所以呢 今年是七星 加桃花的组合 可以看出啊 今年呢 你会有女朋友 要么呢 是自己遇上的 要么呢 是朋友介绍的 总之呢 会有恋爱的机会 2021年 明年呢 是新丑年 为时商生财的年份 这一年呢 结婚的 几率啊 会很大 因为呢 圆菊 大运 流年 构成了四 油 丑 三合金菊 金呢 是财星 也是七星 结婚运呢 是很旺的一年 要好好的去把握和珍惜 如果到了2022年 你还是单身的话 后面的运程啊 对于你找对象来说 阻碍或许会更大 不过呢 不过呢 到了39岁 进入了人生大运 一切呢 就会慢慢的顺利和顺畅起来 就会慢慢的顺利和顺畅起来 59岁到59岁走的是 欣慰大运 这还算可以 59岁之后呢 就不太理想了 笔节 客彩 也损期 所以呢 你的晚年呢 运程不太吉利 而且健康方面呢 也不太好 积水 太弱 子呢 代表着肾脏 八字中的子水太弱呢 会容易造成这个肾气不足 经常会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这个八字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喜用神呢 是精髓 适合到西方或者北方去发展 这是方位呢 适合你求财 2021年呢 结婚运最好 应该好好的去把握 未来的20年大运呢 还不错 只要勤奋去做 机遇呢还是有的 一般八字笔节重的人呢 工作的类型啊 都会比较辛苦 赚的是辛苦钱 笔节太重啊 还容易才来才去 缺乏门路 最好呢 专攻一门技术 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财富追求 同时呢 要注意自己的行运情况 不好的时候呢 要及时的去化解 好的 今天的八字案例呢 就分散到这里了 有关命理和风水的问题啊 可以加我的朋友圈 7755-17536 大家互相交流 共同进步 谢谢